天父上帝 我们存在感恩的心来敬拜你 神的宝座设立在这里 耶稣基督的宝血 视为遮盖 固定 主耶稣在这里分别为圣 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 你在这里要彰显你奇妙的作为 任何黑暗的权势在这里没有地位 但是抵挡神的话 就是抵挡上帝之主 亲爱的主 我们恳求你公义的神在这里彰显 我们在你的面前都是罪人 但是我们用着上帝的话 就能够洁净都能够悔改 亲爱的主 你爱世上每一个人 不管是主啊真的是心灵的人 犹太人 不管唯一能的自主的 你都爱他 主耶稣当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包括你的仆人也存着谦卑的心领受 让你的话静在我们心里去 就能够洁净我们的生命 成为圣洁 让你的话一经解开 就使余完人同堂 亲爱的主 这个时候 你圣洁的话语就要宣讲出来 主啊 保守在座的每一位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姐妹 存着敬畏的心 领受上帝的话语 上帝必赐福保守太父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有一个奴隶的市场 贩卖很多奴隶 结果有一个奴隶呢 是被他的主人非常的虐待 他的脚链 手铐都靠上了 不能够得到自由 而且命运非常的悲惨 但是突然有一个很高贵的有钱的绅士 就花了很高的赎金把那个奴隶买回来了 当那个奴隶被买回来的时候 主人就命令人把他的脚铁手铐全部都收开 然后告诉他说 你得到完全自由 你可以走了 然后那个奴隶呢 就走到路上 突然走到一半 他心里想到 那个人质的主人 他用那么高的赎金把我赎回来了 他就是我新的主人 我怎么可以离开他呢 所以他立刻跑回去 又俯伏在那个主人的面前 愿意一生来跟随那个新的主人 就是那位尊贵的绅士 这个故事大概可以说明罗马书的故事 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 讲的就是上帝耶稣基督 因着他儿子救赎我们 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他在十字架上就为我们死了 神爱就在此显明了 发现今天事情应该有翻译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是一章十一章 上帝怎么样救赎我们 所以到第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 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一章 讲的上帝怎么样的救恩 他怎么样救赎我们 所以第十二章一开始 保罗就说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个回应 他那样前面的爱我们就是我们 身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怎么回应呢 所以我们今天要思考一个题目 叫做献上国际 这是罗马书的第十二章 第一道二节 所以我们来读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 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 预备同声 预备起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实悲劝力能将身体献上当作国际 是圣诀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适奉 乃是你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我们看见那个奴隶 他走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想到 那个新的主人是那样的人识 那样的良善 花了那么大的代价 把他买收回去 所以他可以重新 把自己放在他的面前 重新跟随他 同样的 弟兄姐妹 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 不是我们怕耶稣 我们跟随他 不是我们觉得欠了债跟随他 而是最重要的是 我们被耶稣基督的爱的激励 当你被耶稣基督的爱的激励 你不得不跟随他 被爱激励 这个激励这个字是很强的一个字 你可以描述 就好像我们去参观那个 几万人的那个足球比赛 足球场 擅长的时候 人挤人 对不对 你都不需要走路 你各自来的话 就被你再架在半空 你就可以挤到外面去 那就是被爱的激励 你就跟着人吹走 而且爱的激励也像一个很 水流非常急的河流 你站在当中 你都站不住 都要被水流给冲走 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 体会让耶稣基督爱了 你就会被爱的激励 你不跟随耶稣 你就不行 你不跟随耶稣 你就不平安 所以保罗也在这里说 他说 所以 我怎么样呢 我要以上帝的慈悲 来劝你们 来劝你们 弟兄姐妹 保罗不是用命令 他大可以命令 但是保罗是用劝人 弟兄姐妹 保罗用劝人 事实上是神劝 因为保罗是经过圣灵的感动 写出来劝 上帝是劝我 上帝大可以说 你忘恩负义的人 你信主了 我的无生爱子耶稣基督 为你死了 你还不跟随我吗 你还过自己的生活吗 他不命令我 他借着保罗说 我用神的慈悲 来劝你们 所以在这里 保罗的意思 就是神的意思 你知道上帝对我们 是非常慈悲的 他不勉强 他不勉强我们爱他 但是他心中很难过 他不勉强 甚至他不勉强我们相信他 虽然我不相信他 他心中会很难过 他会用他的爱来感召我们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 我用神的慈悲劝我们 弟兄姐妹 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以后 我们真的要思想耶稣基督的爱 愿意一生来跟随他 而是心安乐意 我们完全线上了吗 也许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些部分线上 有些部分开始活在自己的里面 过自己的生活 那么在这里来说呢 保罗讲到12章1到2节 是一个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命 开始要成长 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基督徒为什么生命不能够成长 是因为他起步就错了 你的起步要怎么样生命成长呢 过一个耶稣基督 给我们更丰盛的生活 你一定要怎么样 献上自己当作活祭 你如果没有把自己献上 当作活祭的时候 你一生没有办法在主的路上 走得很稳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 保罗说你们如此侍奉 就是代表敬拜 你们如此的敬拜 属灵的敬拜是理所当然的 没有什么肯花 我记得我在台湾高雄开业的时候 我一方面行医 二方面就募会 然后我把医院的地上楼 就当作教会聚会的地方 常常举办各种特费 也有不但我们自己教会 我们也举办超教会的 所以北部很好的讲员 都一定会到高雄 我医院的地上楼举办 然后针对重教会来参加聚会 那么很多像新医院的院长 或者国外的东都来 而且我也常常供应他们支柱 或者各方面 那么有一次呢 一个外教会的弟兄 也是参加我们联合师班的 这个合唱团的 他就说 哎 刘医师啊 刘弟兄 那时候我是长老 刘长老 他说啊 你真的是把医院呢 打开 然后呢 又这样的废财废利 又废时间 接待神的仆人 而且做这样的超教会的工作 又牧养这样的工作 我都是说 拿你拿你 谢谢 但是他越说 我心里越高兴你知道吗 哇 有一种喜悦感 他说 他说了很多的很多 风为武话 最后他说 哎呀 你这样的侍奉 我心里想说 你知道 我已经在三层天上了 听他用什么样的称赞 我持来讲 你这样的侍奉 哎 那是理所当然 没有什么可怕 你知道 他很幽默 他很幽默 我突然从三层天 掉到地上来 弟兄姐妹 任何你在上帝的面前 侍奉 没有什么可怕的 是上帝的恩典 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有人形容说 你如果看见上帝 侍奉上帝的荣耀 你如果借着圣明 看清了侍奉上帝的荣耀 你爬都要爬过去 弟兄姐妹 可求者帮助我们 我们不是说 只有传道人 执事或者是同工们 才侍奉着 上帝 这是对每一个人的呼召 每一个人的呼召 你不要认为侍奉 就是只是做一些 属灵的工作 整个的侍奉 是包括我们 整个的生活的层面 等一下 我们就会来说 所以保护神的慈悲 跟恩典 来建议我们 这是劝告我们 所以 克林沟前书 第十六章 二十二节说 如果有人不爱主 这个人真是可重可主 因为 我们如果不爱主 你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叫做救恩 真的 你如果真正知道 救恩是什么 你如果真正知道 耶稣基督为你 做了何等大的牺牲 你不能不爱他 你如果不爱他 不跟随主的话 圣经说 这人是可重可主 你知道那个 尊贵的主人 只是用一个很大笔的钱 来买书的一个努力 但是我们亲爱的耶稣基督 却用他自己的生命 最大的手教 把我们买书回去 所以保护神 劝了我们 你一定要把身体 献上当作活祭 那么这个是上帝所使用 所以什么叫做活祭呢 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 所谓献上活祭 就是把我这个人的全人 全身全心 我的思想 我的感情 我的意志 甚至我整个的生活层面 都献在上帝的面前 为了荣耀上帝的名 也就是说 不管你在教会的事奉 你在工厂的工作 你经商 你在学校读书 或者在家庭的生活 你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要讨祂的喜悦 这个就是献上活祭 所谓活祭呢 救援里面是有死的祭 死的祭呢 就是当祭师 把那个牛或的羊 先把它要做反祭 先把它皮给剥了 先杀死 然后皮给剥了 剥了以后 把那些牛或羊 剁成一块一块 然后这些东西 放在祭坛上烧 烧到什么 烧到成龟 你连那个肉灯骨都看不见了 这是上帝所许悦的一个 旧约里面死的祭 但是到新约里面 就成为活的祭 活的祭呢 同样的 我们要怎样 被杀死 这个老我要死了 我们这皮要剥掉 皮剥掉痛不痛不 你痛不 还这样还不算 剁成筷子 剁成筷子以后呢 你还要烧 烧到最后 连你原来的老我的 影子都不见了 弟兄姐妹 活的祭是不容易的 但是在旧约 祭师怎么样献死的祭 就预表在新约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献活的祭 但是你知道 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 先做了榜样 祂就是那一只被杀的老羊 祂在上帝的面前 在世界的面前 在罪人的面前 自己被栽杀了 所以祂献上的祭 是上帝所使命 所以我们只要跟随 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就要学习 献上自己为活祭 所以献上自己为活祭 的意思就从此 我不再为自己活了 主为我死 我就为主来活 这就是献上活祭 这是很重要 也就是保罗所说的 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什么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这个就是真正 献上活祭的意思 虽然这是一件 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靠着上帝恩典 是可以做到的 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上帝绝对不会命令 或者是劝我们去做 那是一种虐待 那是一种苦待 但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 或者劝导的时候 绝对是靠着祂的恩典 我们可以做得到 但是弟兄姐妹 如果你得救了 成为一个基督徒 你一定要从先开始 从线上活祭开始 然后你那个道路 才能够走得稳妥 那么你可以享受 基督徒的荣耀 那我们知道 有一些基督徒啊 为什么基督徒会不喜乐 常常充满了痛苦 或者是劳苦愁烦 老是担心呢 或者是他们生活 别人一点都不信 哦 他是基督徒 如果他是基督徒 那我宁可不信 他也没有比我喜乐 如果他是基督徒 他到天上去 我宁可不要到天上去 我不要跟他见面 弟兄姐妹 那是一个没有献上 活祭的基督徒 虽然我们受尽了 也倒抱也如今了 但是生活言情上 一定有一些 不讨上去喜悦的地方 反而不再让别人 不得信主 反而成为信主的拦阻 印度的伯父甘地 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但是也让我们基督徒 非常深刻的反省 他说我非常什么基督 他差一点是为基督教的 我非常喜欢基督 但是我非常不喜欢基督徒 因为他们的基督徒 太不像他们的基督 弟兄姐妹 这是从一个外教的分子 来看我们 我们承认很多 近前的基督徒 他们生活也起为人所欠过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否认 很多的人活在自己的里面 活在老我的里面 活在没有见证的里面 不但不能够以人归主 反而成为别人信主的伴脚石 所以现象国际 基督教跟所有的宗教都一样 所有的宗教 你一定要活 好好的形象 活得越好 越坚强越好 你要尽量去做 那是所有的宗教 基督教不是的 基督教你要死 一定要死 死透 死透的话你才有希望 这个就好像怎么样 就好像我们救生人 要去救一个溺水 快要淹死的人 那个一块淹死人到处抓到处乱抓的时候 你还不能马上去救他 你一救他的话 他被你给抓 你被他抓住一抖的话 连你都牵上去 你一定要等到他好像已经看没救了 没动的时候 你才去抓他 弟兄姐妹 当我们越靠自己活的时候 你会发现上帝没有办法 你能够自己活 活得很好 对不对 你自己活嘛 所以当我们自己以为行 上帝他不行 当我们自己以为我们都能 但是上帝不能 那弟兄姐妹 我们绝对不是说我们人都不要努力 我们绝对要该尽自己的本分努力 但是你如果只依靠自己的努力 忘记了上帝的恩典 跟祂的全能的时候 你会发现什么都得不到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见 一定要献上国际 所以基督教让我们死 死到一个地步以后 你就会得生的就是死而复生 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 你如果要怎样 要保全自己的生命 那种老我的生命 旧的生命 世界的生命 你最后一定会上吊生命 是属灵的永生的生命 但是你如果为主的原因 放弃了上世的世上 因为那种老我的生命 最后你一定会得到生命 所以在基督教里面 很多这种 叫做反核心 反核心就听起来很荒谬 没道理 但是他确实真理 所以弟兄姐妹 你怎么样开始基督徒的生活呢 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我什么样的思想 什么样的作为 我都会依照耶稣基督 祂的使号去做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你已经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 我们常常有一些错误 属灵的二分法 什么叫属灵二分法 我在教会当中到夺经事奉 断饼碑 或者各方面是最属灵的 我在家里炒菜 换药物 或者是喂奶 或者是做家务 那个是不属灵 哎呀上帝啊 很糟糕 为什么我天天做家务 实在理错 圣经从来没有把教会的事奉 跟你生活是二分法 你只要荣耀上帝的灵 你所做的都是事奉神 都是献上所寄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教会里荣耀上帝 你在工作的场所 去做一个规规绝体的商人 让所有的人跟你交易 跟你贸易过的都喜欢跟你接近 所以你的声音会得到祝福 你在学校的时候呢 你规规绝体的读书 别人作弊 你不作弊 即使你的成绩不是最好的 但是你是众人所喜悦 上帝所喜悦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 身体线上当作活计 包括我们身体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都要依靠耶稣基督 祂的喜好而生活 所以为什么人际关系常常冲突 为什么 你探究最终的原因是为什么 是因为你活得太强太好 谁都不能碰到你 你那个老我很强 每个人的老我很强 一碰就是产生冲突了 一个人如果是死透了 他那个人不会跟他起冲突 他死透了 你也没有听过人家说 你走过一个坟墓 啪一下 死人跳起来抓住人家 你把我踩碰了 不会 不会 他已经死了 你知道吗 他已经死了 他不会呢 所以任何人对他的哺乱 对他的谩骂 或者对什么 他已经摸不着他 他已经死透了 所以所有的世界上的宗教 我们怎么样活得好 是靠着人本主义 但是人救不了自己 但是基督教就说 我救不了自己 我死了 但是死了就耶稣靠耶稣来救 同样我们走属灵的道路也是这样 我们常常是说 我信耶稣是靠耶稣救 但是我信耶稣以后 就靠自己而活错了 你不但信耶稣以前是 因信诚意靠耶稣基督得救 你自己没有功劳 你同生得救以后 你还是靠着信心 本于信以至于信 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加上自己应尽的责任 你才能够走前任的道路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走得很辛苦 哎呀我走得太辛苦了 信主还真不容易 早知道信主这样子的话 还不如呼信 哎呀为什么信主会这样 是因为你还没有把自己 献上当作佛继 你如果真正把自己献上当作佛继的时候 那个原来的我已经不在了 原来我不在还有什么功能 你知道有人说什么 恋爱是婚姻的什么 世界上的思想 啊 坟墓 哇你们都知道这个道理啊 这个是道理不是真理啊 世界上恋爱是婚姻的坟墓 恋爱的时候你容我龙海枯石烂海库 花钱月下都很棒对不对 一结婚以后哎哟发现 白马公子也不是什么白马公子 他的臭袜子衣服三天不洗早也不洗 然后这个白血公子 吵架起来声音可大 何都失败 那都都变样了 所以怎么慢慢就离婚了 但是世界上的标准 所以世界上的观念 婚姻是恋爱的坟墓 但是圣经就这样 圣经是说婚姻是什么 是老我的坟墓 知道吗 婚姻是老我的坟墓 以前我一个人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是现在是两个人 什么事情我要想着对方喜不喜欢这样 我要体恤对方 也不是任何一方说的就算 那就比较舍己 所以当我这个舍己的时候 那么明明就慢慢会成长 慢慢就会成长 这是很重要 中国有一队大陆的 大陆夫妻他也有位秀 夫妻两个都是博士 到美国的史丹普大学 去认教 认教的时候呢 他们有一天在步道会上 太太信仇 但是先生不信 那太太回去呢 就开始做泄汕祷告 每一次吃饭的时候 逼着口一泄汕 先生很生气 先生 他们太太一泄汕完了 啪就把碗饭把它摔到地上去 他太太也不作声 打道完了就拿了一支碗饭 重新盛了饭 又再吃 都不作声 他们两个人 平时天天吵架 因为两个 一个是男强人 一个是女强人 两个强人碰在一起 谁也不认识 甚至呢 最后是吵架离婚 但是后来这个太太得救以后呢 先生 他一定要管败 因为他就不管 成了败 两个礼拜都是这样 他都不作一生 然后先生有一天 是在你部署 他太太 我到底要知道一下 你所信的是谁 他太太说 我信的是耶稣 耶稣为我死了 我为祂而活 哇 他就是一个舌子的人 后来他先生就去教会 几个月以后 他先生也来救我 弟兄姐妹 当你真正愿意 把自己献上 当作活气的时候 你说那我不是 都不用快唱 不是我输定了 不是输定了 你是把自己 交给耶稣基督的时候 耶稣得胜的权力 得胜的爱 得胜的智慧 就会在你身上彰显出来 所以他就为耶稣基督而活 把他老我的脾气给丢掉了 而且呢 我们人为什么容易受伤 也是因为我们的老我太强 那么太强的时候 有人在碰 好像那个豆腐 就变得很软 就碰一下把破掉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死到一个地步说 人家怎么骂我 侮辱 诡谤我 嘴巴长在他身上 还要说那是他的事情 但是我不会受伤 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女 而且每一个露骂我的人 他先骂到我的耶稣 他自己以后会自逃脱子 所以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生命 一同藏在父的里面 那是何等的能够 而且如今活的那不再是 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耶稣为我们死 我们就要为耶稣基督而活 所以在这里 我们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灵命 开始成长的一个步骤 很重要 你比如说世界的掌声 你为耶稣基督而死的时候 老我实在的话 世界的掌声 然后夸奖声 不会让你太高兴 你不会骄傲 世界就是喜欢听到人的掌声 人喜欢靠面 别人称赞我们几句 哇我们就很高兴 当你真正为耶稣基督而死的时候 人家的称赞是高兴 但是绝对不会让你骄傲 为什么 原来的老我已经死了 你归荣耀给神 你知道我没有得救以前 那么也是很愿意 很有爱心的对待病人 各方面 所以病人每次说 刘医师你真的很有爱心 我最后说 哪里哪里哪里 这是孔子孟子教我 你知道吗 那是没信耶稣 但是真正信了主以后 哎呀我都会觉得 我虽然照着耶稣基督的教训 去经营医院 我还觉得很不够 每一次病人说 刘医师你好有爱心的时候 我全身会发抖 你知道吗 我会觉得我还差得很远 我没有信主以前 就看到我所做的 还是有点害羞 但是我信主以后 人家称赞我 我看到我还没做到 弟兄姐妹 当耶稣基督的生命 在你里面的时候 你真的要为耶稣基督 而活的时候 他会带给你 丰盛的生命 而且 世界的重担 不会把你压垮 为什么 你原来的老我 已经不在了 是耶稣基督替你操 你还有什么重担 你都交给耶稣基督了 所以这个事很重要 那么我们也看见 我们不知道 你是带流迹关系 你夫妻啊 父母 子女 或者你在工作上有些困难 或者在事控上 或者在其他的方面 或者 你身上还有一些坏的习惯 或者一些罪恶 本房你还没有办法得到释放 我常常跟人家讲 你要不吵架 不是不吵架 不吵架 我告诉你可以 忍一个礼拜 忍两个月 忍一个月 忍两个月 不吵架 你天天都不吵架 忍在那边忍受 到三个月忍不住了 是连等待遇 就吵不住了 唯有怎样死 所以基督教怎样对付自己的罪恶 是死的 我原来跟吵架的人 已经死了 以为别人跟你吵啊吵啊吵 我原来跟吵架的人死了 以前有个故事 有一个老张又喜欢抽烟喝酒 打麻将你知道吗 所以后来有一天信主了 信主了以后 门关起来 外面说 老张老张 我们三缺一打麻将 然后老张说 那个老张已经死了 那个灵灵室里的神 是什么老张死了 哦 以前那个打麻将的老张已经死了 现在活的那个老张 是不打麻将的老张 弟兄姐妹 我们怎么样对付那些 罪恶不坏的习惯 你要向世界 向罪是死的 但是向神是活的 而不是出名的 用自徒力量去对付 所以什么时候你死了 是痛的 那些罪恶就不能够拨到你 那些别人的怒骂也不能够临到你 别人的逼迫也会让他受伤 所有的重担是上帝完成的 这是让我们学习的功课 所以在这里 我们知道 我们一定要将身体线上当作活计 不但教会中殷勤的侍奉 包括我们每一个生活的层面 在学校 在职场 在工作的地方 在任何的地方 在灵敏当中 在地球体面当中 我们都有美好的生命的见证 那个才是真正的线上当作活计 那么宝龙说了 那你们线上活计 要讨上帝的喜悦呢 一定要知道上帝的旨意 你如果不知道上帝的旨意 你怎么线上活计呢 你怎么知道线上活计呢 所以宝龙在这里说 我确定是怎么样 将身体线上当作活计呢 是上帝所喜悦的 接着就是说呢 你们不要向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察怨什么是上帝善良存全和喜悦的旨意 我们如果要为主做 为主活 那你知道主的旨意是什么 所以你一定要先察怨 上帝旨意是什么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保罗所说要察怨 察怨这个字呢 上帝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断去了解圣经真理当中 上帝的旨意 而且要去实践出来 人就会产生真正的体验 所以不是单单只有了解 而是实际去做以后 我们生命就有这种经历 就会出来 所以在耶稣在主导文艺里面教导 就是说愿上帝的旨意 那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地上 所以你整个历史人类的运转 整个教会所谓的一个运转 是绝对不会超过上帝的旨意 最后上帝的旨意是一定要成就的 所以你如果不知道上帝的旨意 你就不知道怎么生活 你就不知道乱祷告 每次祷告都超过上帝的旨意 还说上帝不听你祷告 因为你不了解上帝的旨意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上帝的旨意是什么 然后也了解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 当你这两个知道的时候 你就知道该怎么来生活了 所以耶稣基督就对父神说 我来了是为了照你的父神的旨意而行 这希伯来书十端九节 耶稣基督来了 祂本身就是真神 祂都是照着父神的旨意 能够行完把这种十字架的道路 能够回到天上去 所以呢我们也看见 祖教导我们要查验 神是上帝的旨意 保卫告诉我们 查验神是神的旨意 那么如果没有知道这种旨意 你拼命去做就好像什么 就好像我们比赛踢足球 技巧非常好 哇技巧非常好 跑了跑了跌跌无位 结果你会发现什么 你没有球门 你踢到哪里去 你的球技再好再慢 你没有球门 你没有目标 你都不知道什么旨意 你踢错方向 搞不好应该踢到别人 踢到这种球 让别人怎么分 所以一定要 一定要知道上帝的旨意 那赫讯明爵士 有一次要开会来不及了 跳上车 快快快来不及了 快 哇啪 那个车子很快 过了一下 赫讯明爵士他安定一下 哎 熊你要开到哪里去 那个实际路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开得很快 一种原来 这就是人的光 我们在地上 什么东西 社会进步的很快 我们的侍奉很热心 侍奉了很多 什么东西都很快 但是你的目标是哪里 上帝的手艺是什么 也许我们 忙忙碌碌碌的一生 赚了很多的钱 也很有地位 儿女什么 或者通通有了 而且甚至你很有 很好的侍奉 但是有一天 当你见耶稣的时候说 作恶的人离开我去 我不认识你 你所做的 上帝不认可 是为什么 是因为你没有真正了解上帝的旨意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上帝的旨意 圣经说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 但是这不是比较死亡的道路 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了解上帝的旨意 而且了解上帝在我们这个人心中的旨意 所以我们不但要献上国际 那献上国际就一定要先了解上帝的旨意 那么怎么了解上帝的旨意呢 保罗举出了两个方式 也就是在第二件事中 不要效法世界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所以第一点保罗指出 你要怎么样查验神他的旨意呢 你不要效法旨意 这个事件 这是从消极面来说的 不要效法 你要知道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主手下 那么世界常常是合法的合理的 常常是违对神的 这点很重要 不要说这个世界都是这样 这个是合法的 你要知道 世界都长在撒旦魔鬼的手下 所以你认为合法是合世界的话 但是不合真理 你知道法律 法律都是不得意的 是为罪肯定 大家都很良善 从来没有堕落 从来不犯法 也不需要法律 也不需要警察了 就是因为世界上充满了罪了 而且我们会发现 犯了这个人犯罪太多了以后 怎么样 立一个法 犯这个罪的人也不上违法 只要犯更大的人才违法 所以世界上的法律 蛮多都是妥协的 而且不是真正和世界上的标准 所以圣经里面说 不要效法世界 这要注意一下 不要效法世界 不是说上帝很讨厌 这个世界的人物 只是说上帝爱死 希望人物都成就 而且也不是上帝讨厌这个地球 地球是上帝所创造 每一件事情 他都认为是美好的 上帝所谓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 就是指世界那种体制 那种体系 那种制度 那种文化 就像约翰所说的 不要爱世界 不是说不要爱人 也不是说不要进入环保爱地球 而是不要爱人世界上的体制 是被撒但魔鬼引诱去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分辨 不要认为世界上 很多人都做的是合法的事情 就是合法 你要拿上帝的标准看 合不合上帝的标准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么在中国大陆深圳 有一个地方有没有卖猪肉的基督徒 他很爱族的 那他的旁边两家也是卖猪肉 后来过了一下子 他怎么发现 他没有生意了 那个客户都跑到两间去了 奇怪 他生意清楚没有人的 后来他再去打听一下 才知道 原来两家不是基督徒的商人 卖猪肉的 就把那个猪肉灌水 你知道吗 掺水以后猪肉就比较重 猪肉比较重以后呢 他就卖了便宜几分钱 一点点钱 所以客人就贪便宜了 就跑到两家去 但是过了三四个月 那个客户全部都回来 因为发现他们的真相 到最后只有中间 基督徒这一家的生意就要越好 旁边两家都没有生意了 所以到最后两家的主人 就导致基督徒 既然所有的客人都在你这里 但是我们两个店都卖于无法 所以那个基督徒的商人 同时就有三家店 医生姐妹 你不要认为你是亏了 当你遵照上帝的借命去行的时候 上帝是顿而不祝福你 因为你遵照上帝的借命而行 圣经说 耶稣说 凡事有了我的命令而去行的 这就是爱 爱我的必蒙所父爱他 我也爱他 必须要向他显现 你还有什么祝福 比耶稣基督要常常 在显现更大的祝福呢 医生姐妹 你遵照圣经的借命 你有时候你觉得吃亏了 你走不通了 但是你凭着信心去行的时候 上帝必定会为你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家 而且会给你更大的祝福 我记得我以前开副长歌的时候 我有一次遇到一个病人 那年轻的太太 她要来我们医院生产 那么后来 产前警察都在我那边 后来他跟那先生就没有难事 他说刘医师很抱歉 我要跟你说一句事 她说我婆婆是希望 我到那个老医生那边去生 老医生就是她婆婆以前的 不奶奶医生 但是我相信 你要到你这里来怎么办 她说我后来过我婆婆取得了奉仕 如果自然胜产就在我们这边生 如果一定要开刀 就回答这个她婆婆信任的老医生 我说可以啊 那我今天要帮你忙 后来她待产以后 哎呀生了一天一夜 真的痛得不得了 没有办法生出来 用了办法都没办法 所以我说你要接受手术 所以我建议你要转院 但是她说刘医师 我就是希望你在这里生活 我不要到其他的地方去吃 我说不行 我说你已经跟你的婆婆约定 你一定要守你的约定 她说不行啦 这样对你不好 我就不会 怎么样对你好 我们就好 没有问题 她说真的这样 我说真的 所以我就鼓励她转院 鼓励她转院的时候 我就写了一张 summary 就是那个很简单 她的病例栽药 做了什么治疗 我都不会忘记 要离开的那一刻 她手上还掉的那个盐水针 你知道吗 然后她的先生拿着 经过我们医院的那个走廊的时候 一面回头 我跟我们护士教练说再见 再见 再见就离开了 而且我还把她医药被打折了 就是在抗马上打折了 后来她就在另外一个医院开破妇产开完了 开完以后呢 她残后检查 又到我的医院回来做残后的检查 你知道吗 这个病人以后至少带了超过十个病人到我医院才到 弟兄姐妹 你认为你是亏吗 没有 你只要就是上圣经的所说舍弃 为了上帝的荣耀 为了别人的好处放弃自己的权利 这就是舍弃 上帝不得不住佛 弟兄姐妹 我也感谢上帝的荣典 那么我行医的当中得救以后 我就很希望用基督化的这种精神来经营医院 虽然我个人来讲 还有我整个医院还是有很多的缺点 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是需要改进 但是我总是用这样的心来经营我的医院 所以凡是道理愿来的人 你都可以听到明亮的诗歌 还有电视的节目都是基督教的节目 而且呢 那么看门诊的时候 我绝对是不该开的刀我不会开刀 甚至有人说 临时 那么我在另外一家呢 已经准断买草长流 我已经在钱在他身上想住院开刀 我就等一下 我要替你再检查一下 我会发现那个开刀 又可以开又可以不开 我说你还可以观察呢 还不一定要马上开 她说真的这样 所以我就不替她开了 我记得还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 她五十多岁是在看点不好 她到我医院要做什么手术呢 做阴道整形手术 就是我们生产的女生产道的整形 让她变成很比较紧缩 她说我先生有惯欲 她怪我说 都是你生小孩生那么多 产道那么松 哇我们的性生活不美满 哇所以有外遇 所以这个老太太呢 你知道很可疑 她到我医院做审情手术 我就跟她讲 我说我可以替你整形到 跟没有生过小孩一样 是可以 但是你整形以后 你先生也不会回来 因为你先生那是一个借口 你知道吗 有外遇故意嫌你这个嫌你那个 我说你愿意开吗 那这样我不要了 所以我就叫她回去 为她感到 所以感谢上帝 那么在我医院当中 我们传福音给病人 那么很多人就得救 那么 我后来发现 我在整个医院经营的过程当中 遇到了很多非常危险的事情 比如像说血崩的病人 哇妈妈血压下降 血脉搏 那个血压量不到了 然后那个出血点像自来血 你一下子找不到出血点 然后呢小孩子出来 他不会哭怎么办 所以在那样的情况当中 真的破阶的祷告神 神都带你一一的度过 而且还有很多敲诈恶索的事情 靠着上帝的恩典一一度过 但是我后来一零澳洲 把医院整个交给别人经营的时候 就很不幸的 就遭遇到了医疗的问题 医疗的问题 那么很大人了 也产生了不幸的事情 我后来回想这件事情 我医术比它更高明了 也差不了多少 我相信一件事 因为我整个医院充满了敬拜在里的声音 我的地下楼就是教会 常常在那边传讲福音 常常在那边祷告 而且下面写 这个殿被称为 这个万民祷告的殿 弟兄姐妹 什么时候在那边有祷告 有上帝的声音 有上帝的话语出来的时候 有上帝的爱在那边彰彰的时候 上帝的宝座就是 是什么在那里 当上帝的宝座在那里的时候 任何黑暗的权势没有地位 所以当我医院卖给别人 那是外邦人 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他没有这样做的时候 就很可惜 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当然我不是说绝对 遇到医疗的纠纷 绝对是这个事情 但是我深深的感谢 当我那一段世纪 同样经过很多非常艰难的困境 但是我相信上帝都能够 能够把他医医带过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不但是只在教会 在小组来侍奉 是非常重要的 人是侍奉 但是不要忘记 你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做一个好的商人 做一个好的医生 做一个好的老师 或者做一个好的家庭祖父 你就是在服侍神 就是在服侍神 所以这是我们把身体 现象当作活迹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了 上帝叫我们要了解他的旨意 我们凡是照着他的旨意行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讨上帝的喜悦 那么有人是说 那些败坏的事情 我知道我不会去做 难道好的事情 我们也不去做吗 你知道世界上很多的宗教 都是劝人行善 但是任何好的思想 好到一个地步 让你说这个很好 我不需要上帝的 那都是撒旦的作物 那都不是上帝的旨意 所以弟兄姐妹 世界上有很多好的东西 但是你要记得 那个好的东西 让你去追求以后 就觉得我有这个就可以了 跟上帝一样 或者不要上帝 你要记得那是撒旦的诡计 那是撒旦的欺骗 所以任何的东西 不管是好的 是坏 只要让我们离开上帝 不依靠上帝 那就是这个 撒旦的诡计 所以这里我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那么这是我们要查验 这个上帝的旨意 那么再来 第二个保罗说 积极的面 怎么样呢? 心意更新而变化 心意更新的就是积极面 我们不但是 是消极的不要效果世界败坏的这种制度文化 但是我们积极的话 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这个心意呢 就是指我们人的思想 意志 我们的道德意识 就是指整个人 对事物的看法 态度 不断的被上帝话语来改变 那么我们就心意更新 所以怎么样心意更新 两个最重要的途径 第一个你要常常读上帝的话 当上帝的话就能够解禁 还有常常被圣灵来更新 在圣灵中来祷告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哥雷多后书第三章里面说呢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就好像从镜子里摆造 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了 所以弟兄姐妹 我鼓励弟兄姐妹 你要怎么样知道上帝的旨意 你一定要读这本圣经 圣经里面所说的就是上帝旨意 上帝圣经里面所禁止的就是世界的体系 我们不可以平静它 所以要把上帝的话 跟圣灵都放在我们的心里 在这里我们要学习 圣经里面所说的很多 听起来没有道理的 但是你都要去做的 我最后举一个例子 我就结束了 我以前碰见一个歹毒要敲账 但是他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 所以我就没有去报法警察 有一次他到我家去 那么他每次在谈钱 我就请他到我客人去谈耶稣 每次谈钱我就谈耶稣 后来他就染化下来 染化下来的时候 他有些人想说 律师我今天要到医院 那么我明天要离开这里 我说我就想怎么样了 我就想把那个医院呢 我坐在七楼 想那个电梯上来 我就把它锁起来 任何人就坐电梯 或者不上到七楼你知道吗 哪里小的我到电梯门口 他已经站在电梯里面 原来他坐在那个地下楼 那个打公用电话就直接上来 所以我就请他进来 请他进来的时候呢 他又谈钱 我又谈耶稣 他谈钱我就谈耶稣 结果他又染化 但是结果他走的时候 丢给我一句话 我印象很深刻 他有意思 我今天不是怕你 是怕你的上天 哇 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常常要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字 我们算了个什么 我们很软弱 但是所有的仇底是怕我们心中的上帝 所以我们要常常的高举耶稣基督 最后一次 看来 我们最后一次看着上来 我请我爸和妈妈到房间里去 我和我的师母 就在客厅跟他喊 哇 他很胸门 他说呢 我要给他钱 我说不可以 我呢 遵照圣经里面的教训 我只不过是上帝的管家 所有的钱都是上帝 上帝叫我用一分钱 我就用一分钱 上帝不叫我用钱 我一分钱都不用 哇 那听起来很生气 他说 他就跟我太太说 你也小心 他已经买枪了 那有医师哪一天走到街上的时候 他脑袋开花的时候 你不要不悔 那感谢主 圣经里面的话说 我就告诉他 我说圣经记得说 人的生命气息 是在上帝的手中 如果上帝叫我今天离开世界 我就离开世界 如果上帝不让我离开世界 我告诉你 我的一根头发都会掉落 哇 他听着就更生气 然后我就告诉他 你要信耶稣 他说我不信耶稣 我说你要信耶稣 我说不信耶稣 我说倒霸道理得救为止 再见 我就上去了 他那天离开的时候 非常非常神奇 事后我听了一个朋友说 他那天晚上气到一个地步 就穿个短裤 上春时赤 我在街上跑来跑去 他说他如果不跑的话 那天可能他会死去 使什么暴力 但是后来他就不敢再来 为什么 因为我儿子被绑票 被绑票以后当然不是他了 那有一次我的朋友 就到那个 他的办公室去了 哇 他开着我这个朋友 他吓死了 他就不要来找我 这个绑票了 不是我 不是我 所以他从此就没有来找我 弟兄姐妹 当上帝的话在你心里的时候 你就知道用上帝的话 来对付所有从临攻击 因为上帝的话 具体代表能力 上帝的话具体代表能力 所以在任何的环境 当中也都知道 心里更新 不再是像从前的软弱 不再是从前的害怕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要结束的时候 我要说 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地 上帝都呼召了 他不是只有 你呼召才能到人 所以我们的职业 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事后 我们的一切的生活 上帝都是呼召了 所以我们都要询问上帝 说上帝啊 你看 我跟什么人结婚一样 上帝啊 我应该选择什么工作 上帝啊 我这样做你喜欢吗 上帝啊 我在教会当中整个事 你一定要询问上帝的旨意 然后拒绝世界上任何诱惑 即使他在合法的 只要不合圣经的 我们要拒绝 只有当我们这样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真正把身体 献上当作活气 医生姐妹 当我们把身体 献上当作活气的时候 主 不是说他占了便宜 他需要我们的爱 主 希望他的儿女现在 我们不把身体 当作活气 他还是全力的上帝 但是当我们愿意把自己 献上身体 当作活气的时候 他会更多的把他的全能 把他的爱 把他的智慧 来交代在我们身上 弟兄姐妹 当信息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愿意 把自己来 生活现象当作活气 我们可以做一个打造 所以弟兄姐妹在做的 你如果愿意把你的身体 现象当作活气 医生为神来生活 不管你活得好不好 也许活得很糟 但是你知道了圣经的道理 我愿意重新为主而活 不是单单只有在教会 事后能跑 而是在我们家庭当中 夫妻相处 父母子女 或者跟做生意的方法 或者所有其他方面 你愿意遵照主的吩咐来活 身体现象当作活气 请你举手 我们要为你打造 好 好 感谢主 当你有愿做的心上意愿 好 我再问你第二个例子 你如果在座的 愿意把身体现象当作活气 而且愿意现在 或者是将来有一天 你愿意去接受神学装备 成为上帝的跟仆人 或者是使女 先你举手 我们要为你打造 我们要为你打造 好 好 感谢主 我们地头打造 天父上帝 你看见许多弟兄姐妹 可以在你面前举手 他不是向牧师的呼召 举手 他乃是向上帝的呼召 因为你在圣经中记得说 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 你就呼召我们 将身体现象当作活气 主啊 我们真的是求主赦免我们 我们过去的生命 那么多的痛苦 充满那么多的苦难 虽然苦难是不能够避免 但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没有将身体现象当作活气 所以遭受了很多白白的痛苦 所以不能够度过任何的艰难 亲爱的主 你体恤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心智 让他们把身体现象当作活气 愿主的生命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扎好权作王 让他们每一个生命 都能够荣耀耶稣基督而活 主耶稣 我们也把刚才举手 愿意接受神学装备 在教会当中 来服侍你的交代主的手中 你愿让他们继续 在照着主的时候 主的方式来成全 愿主耶稣基督你的旨意 行在他们的身上 如同行在他们的身上 如同行在天上 愿主的旨意行在教会当中 如同行在天上 愿主的旨意 主要能够行在法国 在中国 在台湾 在任何地方 行在全地 如同行在天上 让耶稣基督得到荣耀 祝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基督教最重要的两个圣体之一 一个是受敬 一个是圣参 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主的 饼和杯的面前 这是主的身体 跟主的宝血 我们要乘着敬畏的心 来领受主的领备 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会在真理的讲解方面 会缩短一次 缩短一点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要先来读一处圣经 然后我们接着就来祷告 我们要读的就是 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 十一章 那么我不快读过去 那么各位请看 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第二十三节这里说 保罗说我当初传给你们的是 从主领受的 这里谈到一直要纪念主 纪念主有三方面 纪念主呢 纪念主为我们死 第二纪念主呢 直到他来 他还要再来 这是我们的看法 但是最重要第三方面的纪念 就是我们要自己省茶 就是活在今天 要常常为主而活 所以当我们来吃饼 喝杯的时候 一定要省茶自己 因为这是非常圣洁 如果我们不省茶 自己的罪过的时候 我们就是吃喝自己的罪 遭他煮的血 遭他煮的身体 所以我们看见 这个饼呢 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当它剥开的时候 是代表他的身体 为我们裂开的 是代表他的身体 这个饼呢 是 我们应该请受洗的弟兄姐妹请起立 我们在预备面前 先有一分钟的时间向主来认罪 然后我带给大家做打号 因为我们吃喝 如果不分辨自己的罪与认罪被改的时候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 我们有很短的时间在上一个面前认罪 父神 我们感谢你 当我们看见丙的时候 看见你被剥开的身体 为我们舍得 主耶稣 我们承认我们是个罪人 我们过去很多的地方 亏欠神 得罪神 亏欠人 我们这个时候都愿意来到圣灵的面前 认罪悔改 接受耶稣给我们的赦免 没有任何罪是大到上帝不能够赦免 但是也没有任何的罪是小到上帝不在乎 他在乎我们 主耶稣 我们这个时候来到你的面前 当我们看见你为我剥开的身体 你让我们学习舍己 把我们的老我能够剥开 能够荣耀你的圣灵 让我们的生命真正能够被你得着 我们的生活能够以你为中心 主耶稣 当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领受这个身体的时候 愿你用钉痕的手 亲自把饼避给我们 让我们吃喝你的时候 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 让我们重新得力 赞美主 报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 阿们 自乔哲人 吾哲人 Limod 三世 阿们 宝靖戏 满意 阿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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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